成为我的DNA的一部分 有时候你跟一个美国信徒谈话的时候 不是每一个人,但一般来说 你跟他谈到生命的方向 他很宽的,他很正的 生命的方向 我就是要更加的想耶稣 你跟法人的信徒谈话的时候 生命的方向 最要紧的要服事 大使命 我觉得价值观念有些的出了问题了 不是说大使命不重要 绝不是那个意思 乃是这一个的秩序 你生命的素质 这一个生命怎么样 要彰显生命的果子 这是一个在试念的当中 在顺服神的当中要成长的一个生命 但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事奉来代替了生命 你的那一个基督的样子 我们的事奉 我们的活动 一定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流出来 我经常跟 听信我自己 也听信我的一些同工 我们的服事 一定要从内心 把它流露出来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的 你内心有什么 你不是在那里服事给人看的 如果这是我们的人生的话 这个好累啊 是不是 但是一定要从我的内心 能够流露 让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谁 我们 像因素的这个样式 来定义 并且来推动 我们所要做的一切事情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在生命的不同的阶段 有些人信了主没多久 有些人已经信了主很长的时间 让我们都在这个时候有一点的时间 稍微思考一下 今日在我的生命里 我的成长是怎么样的 我比起去年这一个时候 两年前这个时候 在我生命里是不是看见有更多的温柔 更多的谦卑 生命里是不是有更多这些爱的特征 是不是更多生命的不知 今天的我 比起十年的我 我们有没有多少的差别 大概你自己知道的很清楚 不然你就带到神的面前 你告诉他 然后求他来帮助你 让你和我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享受 就请你用你自己的话语 来回应今天你所听见的 天父谢谢你 天父谢谢你 谁听也愿拿我们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 也求你加力量给我们 也求你加力量给我们 让我们